一只小狗正在路边难过的哀嚎 它的身边竟是一只躺在血泊中的小狗 这两只可怜的狗狗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动物救援小组又一次接到了好心人的电话 在马路边发现了两只受伤的流浪狗 救援小组紧急驱车赶到时 在远处就发现一只倒在血泊中的流浪狗 但是它似乎已经没了动静 另一只小家伙看见工作人员走近时 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紧贴着笼子 用一双哀求的眼神看着工作人员 希望它能救救它的哥哥 工作人员一边安抚着受到惊吓的小家伙 一边检查它是否受伤 当发现小家伙没太大问题时 转头去救助那只倒在血泊中的流浪狗 这只流浪狗看上去稍大 增色的皮毛沾满了血污 四肢已经僵硬 眼睛睁着但已经呆滞无神 工作人员为它喝了点水 通过挤压胸部 让它能尽快恢复呼吸 但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想必它已经快不行了 为了更快让狗狗得到治疗 在工作人员起身将其放进笼子 准备去医院时 旁边的那只小家伙 身体剧烈地颤抖 就像被人捏在手里揉搓着 阵阵发痛 此时的它紧紧地盯着自己的伙伴 希望它能突然爬起来 在医院经过一番检查 小家伙并无大碍 但它的神情好像从空中摔到了地上 惨痛而又悲哀 工作人员再把大一点的狗狗抱了出来 此时的狗狗就像一块木头一样 躺在台子上一动也不动 兽医对它进行了检查 却遗憾地表示已无力回天 可怜的狗狗就这么走了 不得不感慨生命的短暂与脆弱 但此时的救助人员来不及悲伤 它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它带着小家伙们去洗澡 细心地搓揉着小家伙 已沾满污渍的身体 小家伙也十分乖巧地配合着救助员 经过简单的擦拭和烘干 并给小家伙安排了丰盛的美食 此时的小家伙似乎找到了一丝 平静和少许的安慰 救助员也正在清理那只 已经失去生命的狗狗 它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小心翼翼 不想让狗狗再次受到任何伤害与痛苦 它温柔地搓揉着它的头部与身体 经历着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毛发 仿佛狗狗只是累了 需要多睡一会儿而已 救助员将污水倒掉后 将狗狗放到台上慢慢地擦拭 慢慢地打理着它的皮毛 慢慢地抚摸着它受伤的灵魂 它似乎在等 再等奇迹发生 但狗狗依然在沉睡 或许它是真的不想醒 不想再回到让它痛苦的世界 救助员给狗狗准备了一个盒子 足以放下小狗那娇小的身躯 并且为它准备了一朵离别时的鲜花 和爱心蜡烛 这寓意着下辈子希望它能够找到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救助员将狗狗放到盒子里 一封好后将其送到安葬狗狗的墓穴 此时的救助员默默地擦着泪水 它一把一把地将泥土往盒子上撒 它的心难受得像无数虫子在咬着 慢慢地泥土堆成了小山 救助员给它插上了绿植 希望能为狗狗挡风遮雨 愿天堂没有痛苦 接下来的这只小狸猫 或许比狗狗幸运些 但是它也经历了让人难以磨平的苦难 这是公园里的某一个偏僻的角落 一坨毛茸茸的东西蜷缩在台阶上 走近看是一只惨遭车辆碾压过的断臂狸猫 小家伙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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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 舔噬着自己的伤口 他看到有人走了过来 顿时不知所措 他拖着已经断裂的前肢 亮亮呛呛地走开 但似乎他已经饿了很久 看着救助人员拿出食物放到了地上 他正在纠结是否要铤而走险 但饥饿最终战胜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沉重的身体走了过来 他的眼神已经表达了对食物的强烈渴望 大口大口地吃着食物 很快地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 当救助人员正准备抚摸小家伙时 他顿时警觉了起来 再次迅速地跑开 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救助人员 他努力地想跟人类保持距离 似乎在表达着对人类的恐惧 如果他的胳膊再不治疗 伤口感染的话 会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 幸运的是 小家伙并没有吃饱 工作人员通过食物 引诱他进了笼子 并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宠物医院 经过医院的抽血检验 令人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小家伙感染了猫类传染病 他将丧失所有的免疫功能 只能慢慢地等待死亡 作为一只猫而言 他并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什么样的痛苦 这也许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幸福 救助人员将小家伙 带到乡下一家安静的宠物医院 并对他的胳膊进行了手术 他正在享受着难得的午餐时光 小家伙将在这里快乐地度过余生 在这里 他再也不用忍气挨饿 再也不用担心受到人类的虐待 此时的小家伙也慢慢对人类放下了戒心 慢慢地接受了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 感谢观看